要去便室的人請你們自己去 沒關係 我開始上課 各位同心 大家好 精神不錯 這是法理點召 我們三年來 頭一次法理點召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確定 你要還有一個 有的人沒去 美國政府跟我們說 你台灣民政府很厲害 生國的不好處 台灣美國政府 叙日會 大日本中國臣民會 紅十字會 又是我們參議會 你說你們太厲害了 我不是我們厲害 我們台灣人六十八年 大家都不清楚 你也美國害的 中華民國給我們害的對不對 所以美國說 這樣好 你們四千的 你們要一個法理上 一定要點召 就是說什麼人要到的 什麼人沒去 那沒來都沒去 沒關係 我們高級 還有差不多三千 三千的 再來剩不多久 因為我們想要 關六個以前 一定要四千的 要把它拼起來 因為 所以 你知道金府衝 我們在1月1號 宣布說 美國 他要宣布說 歐巴馬 要將台灣澎湖 行給日本天皇 還給日本天皇 因為你建政以前的事情 你跟他占領 你就要怎麼樣 行人啊 還不是 你行人 所以 現在不能移鑽出款 這初級班 就都有了 在我們高級班 一定會得到 劉皇政府 不能就地合法 這也都知道 現在過來就是 建政以前 你跟他吃的東西 現在太平洋地區 越來越和平了嘛 所以你要行 所以 照預定的行程 今年裡面 歐巴馬一定會 跟日本天皇說 來我台灣和平洋行給你 現在再來就是 日本天皇 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要有一個定位 很久不見 第一條的美 那時候就是 日本天皇 你不能再對台灣的國家的事情去管 你只有能夠把管轄權 交給由人民組成的政府 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我們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是什麼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簡單的嘛 所以你說台灣民政府 從來 2008年 二月一二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有七個組織 聯合以後 宣佈 說成立台灣民政府 當時向1994個國家announce 那時候有五個國家給我們回應 第一個是美國 第二的是日本 日本的外務省 馬上給我們回政府 什麼台灣民政府 會發發發發發 再來呢 在那個 南太平洋 有一個巴布亞辛勤 你們的總理 其實那個總理 他的回答也很好 我給你承認 但是中國現在一年都發 兩百萬的美金 接下來說 我們沒辦法給他 我說阿爸這說 阿爸這說 你現在賣成的也沒關係 還有 歐洲的小國家 也要求說 他們有條件 要承認 我們叫我 就要去他們研究 他們的歷史 用建議研究 他們的國家 我台灣的研究 不然還研究你的 結果就不可能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大家在這裡研究 他們說 一定要研究最小 台灣民政府 那個軍修 是唯一 現在現實是唯一 要參加科技 大家都有研究 但是研究都不好 我告訴你 如果研究一次研究 科技三十分 都很正常 你要想什麼 選擇體八十年 一百二十年 是非題 八十年 這樣研二三十分 很可怕 有的人已經研三百 來我不知道你們 有研三百的手 好 這沒錯 但是沒關係 研第四百 我就給你加分 你有過了嗎 黃淳湯有過了 黃淳湯這邊有過了 研三百才過 是很大名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 你不一定會過 不一定會過 所以 為什麼你一定要疼 因為你做滾手以後 有一天 美國跟你談判的時候 你所說的為 你不能違反國際法 所以我剛才 這個 初級班 我在想我 告訴你 兩個重點而已 減量不能移轉租款 再來就是 流氓政府不能集團合法 我要向各位 再重複 佔領不到移轉租權 減量不能移轉租款 我們扣到WTO 國際貿易組織 用什麼名字 獨立關稅領域 為什麼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 這個關稅領域 這個名稱 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裡面有 就是說 美國當時跟莫西跟政經 減量了一個港口 港口的老百姓說 我現在稅金要向什麼人交 稅不住 所以 過去美國的反應 美國的最高法院打開 所以 獨立關稅領域 這是 獨立在產生的一個名詞 台灣跟平友 是日本的分離關稅領域 金門媽祖 是中國的獨立關稅領域 如果金門媽祖 台灣平友四月加起來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是從這裡來的 不過你如果不知道 也很正常 因為理領域的身材也不知道 理領域的身材也問 理領域的身材也問 關稅領域是什麼意思 蔡英文去簽的 你怎麼不知道 蔡英文就沒有跟我說 美國跟我說怎麼說 我就怎麼簽了 其實 那是美國 美國做很多事情 都不要說 只要做 你就傻傻了 所以 現時 中國民國開始 要結束 要離開台灣 你相信會嚇死嗎 你沒有相信會嚇死嗎 不錯 你有相信 所以你會來嘛對不對 他的離開 為什麼離開 我告訴你 現象給你聽 第一 已經沒有軍閥 這有導力 弘中秋的事情發生 那個軍閥 最多是 擱置就好 怎麼整個拿掉 整個拿掉的意思是 軍隊 如果沒有軍閥 那有什麼軍隊 沒有了 那再來 ロゴ 所有的艦車啦 飛機啦 軍艦啦 ロゴ都沒有了 那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嘛 這個後來 會變成台灣民政府的ロゴ 你如果看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所以 所以 但是 我是沒有贊成 變成台灣民政府的ロゴ 我們怎麼就去準備武器 要做什麼 美國給你去創作 用美軍的標記就好了 星星就好了 也不是 我告訴你 我們千萬五千去中間 他現在 我告訴你 我們要學那個 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的人 非常聰明 你不要發胖 頭腦是腰是好 這麼幾年來 他占了一百年了 一百年 美國一直給他遊說 要不然你獨立 要不然你變成美國的五十億個州 有五十億就要加稅金了 波多利哥 兵團雖然兵 頭腦腰 他說好啊 不然我來公投啊 他就設計公投 要設計公投 他玩弄美國 第一點 他跟美國說 來我們設計 你們要不要獨立 我們要不要獨立 公投 現在 把老百姓選中說 如果我們獨立 我們要去當兵 我們要去交稅金 看到鬼 你這樣 這兩個標題 打下去 什麼人要獨立 不然 不然他要 美國說 你不要獨立嘛 對不對 他說等一下 我們三年後 還要一次 這樣就拖 六年了 再來 他說 變成五十億州 可不可以 好來 五十億州 現在五十億州 開始用的分 那個主角 就跟老百姓說 五十億州要加稅喔 所有行產的東西 要交美國稅喔 聽到交稅 全世界都沒人要 所以五十億州 還沒過 都沒過 還沒過 還沒過 還拖三年 一拖拖十二年 所以我記得 昨年 昨年 我在美國CID 接受的時候 他就說 這是 開玩笑 叫他們獨立 五十億州 五十億州 他說來 你現在 公投 你要想說 獨立 或者是五十億州 這樣聰明嗎 現在 報道理說 好啊好啊 叫你來 好 現在標題就是這樣 要五十億州 或者是獨立 結果百分之一半 一半 同貴公 要變成五十億州 五十億州 他們順利跟美國說 你美國國會有通過 你不要增加新的州喔 這美國自己說的 所以 所以 錢里也這樣說 錢里副總統 2009年底 台灣關係法 三十週年的時候 他有說嘛 因為我們美國的土地 已經夠多了 我們不想增加新的領土 所以 變成五十億州 報道理論中 這顆球 太快給美國去處理 不會過了 不會過了 他就 坐享其成 百多人要 美國本來 不會做兵 美國來找我看 看問 所以我跟妳說喔 波羅里哥這樣算 我們台灣人頭哪有夠差 我們會壞嗎 絕對不會壞 所以我們要怎麼滾手 你要扣啊 你要不要反例啊 你要替台灣人 修一條好的路啊 那不是 你免得聽